你也太牛了吧 莫菲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被明远录取了 你看 真的呀 我说你也太牛了吧 你看我就说你行的 你总是没自信 现在也没明远录取了 怎么样 相信我的话了吧 不瞒你说 我到现在 都感觉我跟做梦似的 而且 还是夏总监亲自录用的 刚才她把我交到办公室 跟我承诺了好多呢 是夏雪凌吗 对啊 她人其实挺好的 而且她刚才 一个接着在夸我 莫菲怎么了 你不喜欢她吗 没有啊 就是 也不是特别熟悉 谈不上喜欢 谈不上不喜欢 你别多想 你这又吃的是哪一顿呀 我来了之后 就没正常地吃过一餐 这么忙 忙什么呢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在法国 忙着浪漫的邂逅呢 对不对 邂逅什么呀 我每天除了学校 就是家里 连我工都没有去 先不跟你说了啊 我还在公司 别管得了 拜拜 嗯 工作 不能再去黄老板那儿添麻烦了 再找一份 我会找到你 啊 我会找到你的公司 我会找到你的公司 你找到公司 你找到公司 的行为 是的 你找到公司 是的 你叫什么 你叫什么 我会 你叫什么 我会 你的教育 我学习 我学习的工具 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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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问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难道来巴黎出一趟差 打算买两套巴黎时装 待会吃 确实 巴黎的时装 是每个女生的梦想 如果不带回去卷 那确实是一个遗憾 我想问一下 您平常喜欢 什么样类型的服装 哦 平时啊 穿鞋装多一点 一年也没有几天休息的 那好 我帮您挑几件 好的 那这两件就很适合您了 先跟您说这套吧 这套 其实它是一个收腰的连衣裙 它会把您那么细的腰 凸显得更加的凹凸有致 而且它没有多余的设置 很简洁大方 就算您上班穿的话 也不会显得过于照样 我腰细什么呀 都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真的吗 完全看不出来 若是这样的话 那这套就更适合 像您这种帅气的职场辣麻了 你这小姑娘太会说话了 行 我相信你眼光 看看我的尺寸吧 最长剑衣我都要了 谢谢您这么信任我 那这边请 请不吝点 现在还是确认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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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我受箱了 这位女士就拿我来钱 今天还是确认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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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得好工作 你叫你? Mofé 我們會見到明天 謝謝 SLC那邊有消息嗎? 還沒有 這個SLC啊 已經兩次爽約了 看樣子是不太重視我們明遠集團 我擔心這件事情會夜長夢多 這事啊您就別操心了 交給我來處理 我覺得我倒是有必要再去一趟法國嗎 也好 挺難的 但是我相信你 我盡力 我希望你一個好日子 謝謝 宣哥 好 來了 我剛才一下飛機就去了趟SLC 我去打他了一下他助理的口風 我覺得他還是不想見他 你說咱們這次來是不是有點草率啊 我倒是覺得不是咱們的問題 肯定是凱曼那邊啊 他們做了手腳 那咱們應該怎麼辦 像SLC這種頂級的面量廠商啊 他們的首要選擇 未必是金家 像我建議他們 我有辦法說服他們 行了 早上回去休息 行啊 宣哥 你也早上休息啊 好 你怎麼在這兒 明知故問 幾點了 吃飯去 吃飯我不去了 我今天醉很多 有我這個免費輔導幫你做功課 事半功倍 我 什麼好事這麼開心 我我我我我還有事我先走了 拜拜 什麼好事 我說你不是過兩天才來嗎 怎麼今天就來了 我過來辦的事提前了 最主要的就是 這會兒小嫂子過來看看你 那我們現在去哪兒啊 你想去哪兒 你想帶我去哪兒啊 在那馬里程哥有去過嗎 還沒去過 我訂了一艘船 晚上咱們兩個來 去那兒吃飯好嗎 晚上去那兒吃飯 不想啊 沒有 就是 只是 只是我想和你去另外一個地方 聽你的 也不想跟我去床上吃飯 就是為了來這裡 來這裡呢其實是有原因的 我們老師給我佈置了作業 也讓我來這裡呢欣賞美景 你問老師給你佈置了作業 誰啊 安德琳 你怎麼知道 你們學校恐怕只有安德琳 能給你們出這麼有深意的選題嗎 你知道這是什麼用意嗎 剛開始出題的時候我完全不理解的 是嗎 巴黎的整個的城區 最初就是從這個地方攜帶他們 你知道第一批來巴黎定居的人啊 他們是在那個時候才搬了進去 大概是在公元前三十幾 但是到了中世紀之後呢 巴黎的發展是由整個的賽納河 向兩岸去發展 但是不管怎麼樣的發展 這裡 永遠是巴黄權和教會權力的中心位置 所以說來到了巴黎啊 只有來到這裡 才能夠感受到巴黎的精神作戰 你說你們的老師 是不是用心良苦啊 聽你說完 你看天上的紅色 夕陽嗎 對呀你知道在中國古代呀 都管紅色呢叫赤色 就是夕陽的顏色 所以說這次你的設計想用什麼顏色 中國風當然要用最能代表中國的顏色 我覺得最能代表中國的顏色就是赤色和珠色 它不像西方的三元色那樣的眼 對 豬色和赤色就像是故宮的紅牆 加一點土黃色 顏色很溫暖 濃郁醇厚 我覺得就是最能代表中國的顏色 就像我們中國人一樣 很有包容性很溫暖 那你的作業做完了嗎 在選色上面我還是會有一點點的問題 拿不準 你有發現你自己最重要的問題在哪兒嗎 在哪兒 你很了解所有的傳統顏色 但是你卻做不出中國風的衣服 為什麼 因為在你整個設計裡面沒有太多的限制 所謂的中國風設計 它不在於型在於精神 所有的傳統元素 所有的傳統設計 它只是一個載體 你不需要那麼去想想它 可是如果沒有元素 和那些記憶的話 怎麼表現中國光 你過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樣子 這是什麼樣子 看到這個你會想起什麼樣子 想起 夕陽無限好 只是近黃昏 這就對了 中國 它早就流淌到你的血液裡邊 刻在你的靈魂之中 所以你不需要去強調它 你現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打破你身上的所有的調教官方 落日融金木雲何必 人在何方 你看這個像不像是 漸變色的宮廷套裝聯繫去的 看來你已經懂了 可以啊 謝謝唐總哦 媽咪另一隻我的天還挺冷啊 對啊 今天感覺自己談太少了 怎么办啊 先抱歉吧 好 一人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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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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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都过来 你过去帮她 你的作业我已经帮你交上去了 安德烈说等你回到学校之后 他再跟你私家讨论 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的话 我作业肯定都完不成了 你还跟我客气啊 大家都是同学嘛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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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啊 怎么样 淡淡不死必有后福 快 疼不疼 没有什么 谢谢啊 走吧 陈明轩 我不想看见你 可是你是不是觉得你受伤了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只想跟莫菲说话 拜托 我就在门口等你啊 我帮你 我帮你 讨厌的人总算走了 对不起啊 害你住进医院 不过谢谢你救了我们两个 但是我 我救的可不是你们两个 我救的就是你自己 我看你伤得还挺严重的 连这边也受伤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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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毁容了 不至于毁容 医生说了只是皮外伤 皮外伤而已 只不过 右手伤得比较严重 你一定要自己小心啊 小伤 你的脸没事吧 女孩子的脸颊可不能留下伤疤呀 这只是小伤没关系的 真的是 你要是毁容了 就只能扣才华之分了 我说你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 警察抓到人了吗 怎么说的 没有 等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人都已经没有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被敌家抓人啊 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是啊 明显也是这样说的 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呀 好好好 病人 你最大 你昨天吓坏了吧 还好我昨天和明轩在 我都说了你能不能不要再提他的名字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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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对不起 小姐 我需要的是你的道歉吗 那 那是什么药 我需要的是你的疫情别练呀 好 看来你也没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走了 对了 把你钥匙给我 我回去帮你收拾一下东西 你看看抽屉里面有没有钥匙 是 我家门口那个地板下面有钥匙 好吧 那我先走了 拜拜 收拾完东西赶紧来找我啊 我说昨天的事情多亏了方笑语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两个人握手言和 你为什么那么关心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是不是他有跟你说过什么 他没说什么 只是你们每次见面都不开心 我不需要你更不开心 我跟他的事情一直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 咱们就想不了了 好吧 你也没吃饭呢 我去买饭 你上楼等我 嗯 逃避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脸怎么了 没什么 来找多多啊 他不给我开门呢 你帮帮我呗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那你进去吧 我去给芳芳芳收拾点东西 师父怎么了 你闻多多吧 我说了我不想再见你啊 你为什么还要来恶心我 杜芳芳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个骗子 你告诉我我怎么能不见你 我没有你一天都活不了 你走啊 杜芳 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你真放得下吗 我放不下 我放不下 这个娃娃是咱俩一起从游戏厅里边抓回来的 你说要让她当咱俩婚礼吉祥物的 你不走是吧 我走 我走 杜芳你去哪儿啊 你慢点你等等我 杜芳阿姨 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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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客来了我这一天都闷死了 好久没见你了 真是啊你怎么不来看我 走 那我们先坐会儿 好 最近是不是挺忙的 是 明轩不在公司事情特别多 所以这才有空来看你 坐会儿 你看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点心 只有你这么贴心 你闻闻香不香 好香啊 阿姨做的桂花鸟特别好吃 等做好了叫你来吃 好呀 来 喝点茶 明轩啊不在公司 这所有的事情都压在你一个人身上 肯定是比较辛苦的 谢谢阿姨 我见你今天的气色就不如平时 今天晚上留在吃饭吧 我让吴妈给你煲点好汤好好补补 好 谢谢阿姨 其实工作上的事情累一点是没关系的 但是明轩现在在法国 我还是比较担心的 还好吧 他这么大了 又不是头一次出国 而且阳光跟在他身边 只是当初我是希望你能够陪他的 这样我就更放心了 我知道您的好意 我就怕 以后我都不能常来这个家看您了 怎么会呢 怎么了雪玲 出什么事了吗 阿姨 本来明轩这次去法国是去处理公司的事情 但是我听说 她其实是去看一个女孩 女孩 什么女孩啊 不会吧 你见过的就是上次跟我一起来家里 那个叫莫菲的女孩 我有印象就是小设计师说你跟明轩挺看重她那个 看上去不像这么有心机的女孩啊 怎么她不学好呢 学个掺和别人感情 抢别人男朋友 讨厌 是不是你多心搞错了 我也不知道 不过 莫菲她确实比我年轻也比我漂亮 谁说的 在我眼里谁都没有你好 你早就是我心目中的儿媳妇了 没事 这个事情交到我身上了 没有我的同意 明轩不敢把别的女人带回来 可是明轩她会不会不高兴啊 她不高兴 这个家得我高兴才行 放心吧我有数 阿姨 你真好 我们来了 你怎么来了 叹病了 叹病了 控制出来 是啊 脸皮真够厚的 不抢自来 我没有抢你 出去吧 我给你准备了一些换洗的衣服 你帮我拿的东西我还会用吗 你不要得寸进去吧 我说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这里是医院 衣服是我收拾的 都是我收拾的 莫菲 你昨天晚上陪我整个晚上 累坏了吧 小脸蛋都黄了 是不是为了陪我还没吃饭呢 我 我说你救了我们两个 我们两个照顾你也是应该的 而且昨天晚上 又不只有我一个人 明轩那也在的 所以说为了感谢你啊 特地给你请了个护工 保证可以让你在出院之前 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我用得着你给我请护工啊 我自己不会行 你现在不是生病了吗 你方便吗 还有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感谢你 你把莫菲照顾得很好 不劳您费心 照顾莫菲也是我的事 您还有工务在身吧 赶紧走 不耽误您整事 不用 不着急 我想多陪陪您 莫菲 我想喝果汁 那我去买给您啊 我们打开听说说亮话吧 别以为你追到了莫菲 就算打工搞成了 接下来 我还会继续追她 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对莫菲的感情是很认真的 还有啊 我觉得你现在还没有长大 你这么做很幼稚 我幼不幼稚跟你没有关系 你对她很认真啊 那你能给她什么 以前的方茜 现在的莫菲 你能给她们什么 最适合你的人 只有夏雪梁 什么了 怎么了 怕了 看来你们俩的感情 也没有你说得那么牢固嘛 我的感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好吗 方茗萱 你了解莫菲吗 我懂她 我能在她开心的时候陪她大笑 我能在她难过的时候 给她一个肩膀 我能在她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 那你呢 一通岳阳电话 还是在视频里边给她安慰 你为什么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那么关心呢 我关心的是我妹妹 不懂吗 我从小到大都把方茜 当成我的妹妹 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 我不能接受把感情转化为公司之间 还有家族之间的利益关系 你就是这样骗我妹妹的 你看 咱们两个能说得通吗 说不通 我今天就是告诉你 我还会继续追莫菲 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不就是为了想要报复我吗 不 我想让你舒服 你报复我没有问题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在这一切里边的切入点是莫菲的话 你要让她受到一点伤害 我不会让你舒服的 你放心吧 我会让她很幸福的 果汁 吸管 那我再去拿一趟 回来 她身病了 自己需要锻炼一下 走吧 让她好好休息 不是她现在一个人我们这样 等下护工马上到了 你这样是打扰人家的工作 走 唐明轩你是强盗嘛 拉着就走 好 你不觉得刚刚突然把我拉走 挺不好的吗 我刚给你拉走 有什么不适合的吗 咱不是给她找到护工了吗 护工照顾起来 肯定比咱们两个更专业啊 是这样 没错 可毕竟她救了我们呀 就算我们不是朋友陌生人 我们是不是也应该照顾人家呢 我觉得你说得非常好 但是对于朋友的照顾 是要有分寸感的 你不觉得她刚才说的一些 什么莫名其妙的话呀 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那我有做得很过分吗 我没有怪你 我只是觉得她有问题 我只是觉得她有问题 你是不是应该站在我的角度上 为我着想一下 我不经常在法国 如果她经常在你身边 提出这样一些无理的要求 你有考虑过我心里会好受吗 可两个人在一起信任最重要了 如果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我没有不信任你 我没有不信任你 我现在跟你说清楚是她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可她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啊 我已经每次都尽量拒绝她了 你要让我怎么做 她为了救我们受伤了我们 我非你是想 因为她过来跟我吵架吗 我没有跟你吵架 那你想要干什么 回去照顾她 是不是我把你带回来 你不开心了 生我的气了 就是因为这个吗 我现在很不懂 我现在觉得你就是在不信任我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夏雪凌在你身边工作 我也不开心 可是我有说过吗 因为我信任你 我从来没有说过 你为什么不能信任我呢 我跟雪凌是同事 你把她撤出来干吗呀 那我跟方笑愚也只是朋友 你干吗呀 你吓我一跳 对不起啊 不是 你干吗呢 程杨这个大皮皮子 你看 我说你都喝多了 你喝点 我喝我喝你别喝了 我 我要是要面全世界 所有的大猪皮子 好好好 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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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就行了 别喝了啊 那所以你说 为什么男人都这样呀 吃着这碗里的 想着锅里的 当着你面呢 每天跟你相蒙海誓 不是 对着你 马上又跟别的女人 亲亲亲我 太吃东西了 男人都根本就不考虑 女生在想什么 刚刚唐明轩因为我 照顾方笑愚 跟我打吵了一架 什么 你叫方笑愚好心地救了她 她还因为你去 照顾她生气 这就是莫名其妙 你说她和方笑愚之间 到底有什么误会呀 你说会不会 唐明轩以前抢过她女朋友啊 真有可能啊 那你说她们到底是怎么了嘛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你别问我好烦啊 explicit 真有 언제 浅哥 我估计蜜牙助理都烦我了 我今天在她办公室待了一整天 愣是没等到人 轩哥 你说不舒服啊 怎么了 你脸色不太好 我估计我现在见到咪雅 我这脸色立马就好起来了 哥 那个持久战吧 我也不是不能打了 但我就想知道这样值得了 SLC是咱们的首选 但也是咱们的唯一选择 所以必须拿下 对了 我让你帮我找 那个中国设计师怎么样了 我已经联络好了 千万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放心吧 唐明轩 你好 承杨 坐吧 坐吧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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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不应该是 我们还没吃的青年设计师大奖吗 所以我想邀请你 加入我们明远时尚 唐总我个人 回国发展意义不算强 为什么呢 我想在这边多激了一点经验 创建自己的品牌 你也知道 在欧洲比较容易 那你对于设计中国风的时装 有兴趣吗 其实凭良心说 我个人特别喜欢中国风的设计 但是在欧洲做得少了 我们工作室偶尔也就会出一些 有东方元素的东西 跟中国风不是一码事 其实我们公司的起点啊 就是做中国风服装的 但是宋唐的转型最关键的一点 是设计师的规范 中国风设计师确实少 但是因为很多人认为 中国没有自己的时尚 但是其实在很早以前 中国就已经进行了 自己的时尚输入 谢谢 说起来简单 但是做起来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 传统文化 不简单的就是 把古代的东西套映到今天 我认为 这是一种血脉上的传承 不仅仅是一个元素 一个符号 但是比起观望 不如自己亲自动手试一下 这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不管你有任何的需求 我都可以满足你 你不用考虑跟国际化接轨的问题 因为我们公司收购国际向的公司 这是我们的战略部署之一 还有啊 程雅 通过你的作品 我是看到了深厚的中国文化情节 而且我跟我们的设计部讨论过 你是有希望将中国元素 从我们自己的身上 带向国际舞台的 我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合作 你可以让明远去成功地转型 走向世界 走自己的路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 唐总 这份合作企划 我会认真看到 但是我现在不能答复你 实不相瞒 现在有别的公司在找我 这个一点都不重要 我认为你值得最好的选择 感谢您的咖啡 谢谢唐总 多谢啊 幸会 轩哥 跟程雅她们怎么样 在咱们之前 已经有人找她聊过了 哪家啊 这个不重要 走吧 去米亚那儿 这是我们最终的衣服 这就是衣服 这就是衣服 所有的颜色 都很好 跟你的颜色 看这些衣服 看这些衣服 所以想试试吗 不 谢谢 再见 你 你怎么来了 原来你在这儿工作啊 你来干嘛 跟我道歉啊 我为什么需要道歉 那你不道歉过来干嘛 我可以认试 你认试吗 那位 你认试吗 莫菲,你拿到其他客户了 谢谢